各位666宿会议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阿里片 周老师每次地址迷讯 都会请一些高手去地址迷讯 来帮我一起来辅导地址 那么周老师以前教我们的 这些中级地址的这些民营企业家 要企业正规化 一定要导入这个系统 让企业才能够主动化运营 当周老师讲的时候 他们可能很多人不以为然 所以这一次呢 周老师请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在阿里任职的15年以上 让他来分享分享阿里的管理模式 当他分享完以后 我们的所有弟子全震撼了 因为他发现原来 真的阿里公司做的 全都是周老师讲的课程 全部是贴切的 包括我们这个阿里的这个高管 然后也听了周老师的课 他说周老师讲的东西 真的是周老师这个人非常爱学习 把阿里啊 把华为啊 把这些大企业的管理机制 其实都把它融入到了 我们的财商的课程里面 我简单把我们这一次 我们这个同学的分享 给大家去这个说一下 我相信对我们所有的民营企业家 都是有帮助的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 阿里最关键的 其实就是周老师经常讲的 五大系统 最重要的一个系统 叫文化系统 文化使命价值观 这个我这个朋友跟我讲 他说马总不懂技术 也不懂金融 更不懂管理公司 但是马总在公司负责一件事 那就是抓我们阿里的使命企业 然后价值观 就抓这个东西 所有违背了企业价值观 通通砍掉 阿里的价值观永远是客户第一 员工第二 股东第三 我们的使命实际上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一定是帮助这些中小企业家 这个使命是 这个初心是绝对不能变的 公司对价值观的培训 简直达到了这种颠送的状态 一个入职的员工进入阿里 要求考核非常严格 他们在抓人才上 真的是这个不择手段 要投入一切所有代价 不管是从这个腾讯啊 从百度啊 从华为啊 各个大公司挖角 小园招聘啊 然后各方面的电视广告啊 然后选人的时候也是 哇 非常非常苛刻 想进入阿里那面试的人 是非常苛刻的 然后当你一旦进入的时候 三个月不允许工作 就是培训 但是公司会给你发薪水 就是主要就是给你引导 使命 价值观 然后阿里的文化 当你这三个月培训完以后 就这个点其实把我们很多的企业家 就震撼掉了 因为我们很多老板 他认为培训是成本 恨不得员工第一天上岗就开始工作 其实我经常在台上说这么一句话 当你的企业的员工 都没有经过培训的时候 就像你的士兵 在上战场之前没有经过训练 那上战场不就是死路一条吗 阿里 三个月 我们觉得很夸张了 这哥们跟我们讲的更夸张的一件事 他说华为很多人 包括很多事业500强 他不是培训三个月 培训半年 培训半年 公司给你发工资 不允许干任何事 就是天天在学习 天天在听课 然后才让你上岗 一旦上岗 然后上岗第一天 老带心 拜一个师傅 给你找个师傅 师傅一堆一带着你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系统化 这个 九点钟上班 到九点半做什么 九点半到十点半做什么 十点半到十一点做什么 一点 这个一点半到两点半做什么 两点半到四点做什么 五点到六点做什么 八点到九点做什么 九点到十点做什么 所有东西 他们叫做黄金时间表 就整个 当你通过三个月的培养 把这个人的完全 他的价值观 各方面 也应该非常到位的时候 然后让他再入港的时候 老带心 所有的一切的上手 会瞬间的 就会成为 给他 给阿里做贡献的人 我觉得这个点 也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撼 然后这个 还有就是阿里有两条线 周老师有一个弟子 他说周老师 我这边有一个员工 做个功能能力非常强 但是我把他升成经理以后 升成总监以后 带他那个特别懒 但是现在 你就不好意思把他降下来 我说你就把这个人给害了 其实九线 他不适合走管理线 在阿里公司有两条线 第一条线叫M线 M线就是管理 马云是最高的M10 从M1到M10 那第二条线叫P线 P线就是 这个人是个专业人才 我们把它培养成专家路线 如果这个人做销售很厉害 他就只做销售 变成销售专家 指导别人 但是他不允许带团队 要不就是P线 要不就是M线 讲到这的时候 我那个弟子就 哇周老师 如果我们公司引进这个机制 那我这个员工 就让他走P线 那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我说对啊 所以要跟大公司学习 然后我就问这个 我阿里这哥们 说这个 阿里是什么时候正规的 难道他们一开始就这么厉害吗 他说不 马云以前也不懂 但是马云挖了一个 这个通用电器的总裁 然后进入阿里做总裁 把整个阿里的系统 全部梳理完成 但阿里一旦有系统的时候 就完全自动化运行 然后就是他跟我们讲了 很多很多阿里的东西 我觉得让我们真的很震撼 听完以后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正规军 什么叫做这个土匪军 那我们很多传统企业 其实根本都不正规 所以企业做不大 就是一个强人 拿了几杆枪 占了那个小山头 公司就是靠老板个人 老板能力强 所以老板能够让企业生存 但是老板一旦不在这企业 这个企业瞬间就坍塌了 所以就是真的让我很震撼 那第三个点就是阿里的信仰 大家都知道拼多多 被腾讯收购以后 然后成为了天猫 淘宝最大的对手 你们知道吗 其实拼多多的创始人 曾经也是阿里的员工 他离开以后创立了拼多多 然后阿里的十八罗汉之一 投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拼多多 因为这件事发生了一件 非常大的事 那就是阿里的十八罗汉 其中有两个人 他是夫妻 两个夫妻一起是十八罗汉 结果这个老公离开了阿里 然后当然通过阿里 卖股票也赚了很多很多钱 结果就投资了这个拼多多 结果他老婆就因为这件事 跟他离婚了 他说你背叛了阿里的信仰 你曾经是阿里的人 应该一辈子都是阿里的人 结果今天你投资什么不行 非要投资这个 网上我听完以后 特别特别的震撼 真的 周老师跟你们讲 金银起的最高境界 就是金银相信 把相信推动到信念 把信念送往到信仰 就当他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能够从他眼睛里面 看到一个阿里人信仰 真的就是这么夸张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股劲 所以阿里才能够做这么大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真的让我挺震撼的 就是因为虽然我也非常了解阿里 然后把阿里的很多东西 都用到了自己的企业当中 但是通过阿里的内部人 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让我们真的反思 我们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家 为什么做不大 就是因为他没有正规的基因 就是因为他没有系统 完全是人质 而在阿里完全是法制 你是生还是酱 绝对不可能是因为你上级 对你的爱好 完全是因为你做到了公司 要求达到了这个指标和业绩 然后更厉害的就是 阿里有一个正伪文化 这个点是我们公司没有的 虽然我以前知道 但是我一直没有做 但是我觉得今天讲到这个点 我就说这个文化 一定要导入到我们企业当中 马云看完亮电以后 看完这个历史的天空以后 他就准备引进正伪文化 他觉得一个公司 最关键的地方有一个正伪 然后整个正伪 就是什么都不负责 正伪是一条线 就是负责跟员工之间沟通 然后请员工吃饭 请员工喝茶 用阿里的这个哥们跟我讲 这个正伪 对他下面的这个负责人 连这个女员工 什么时候来离家 连他们的婚事 连他们的感情 连他们谈恋爱分手 什么一切都知道 就是在做他的思想 让他更正 红苗 然后让他 这个百分之百的 这个感觉到组织是关心他的 我觉得这个让我也特别特别的震撼 真的就是阿里真的是 无比的系统 无比的正规 所以别提前能够做这么大 虽然他讲的可能只是阿里文化当中的冰山一角 周老师今天给你们分享的更是冰山一角 但是我觉得 我今天跟你分享阿里篇的目的是想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民营企业家老板 你必须要通过系统性的学习 阿里对培养人才 对培训 真的是亲近所有一切 应该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公司 我觉得他跟我讲的是 除了华为对人才砸钱以外 那就是那就是阿里 就是这个人才之所以是个人才 你在他身上花的钱足够多了 他自然他不是人才都会被你砸成人才 这句话让我也特别特别的震撼 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所有的民营企业家 一定要走进培训课堂 一定要开始系统上的学习企业营销管理 一定要把你的公司打造成 这个正规化的系统 不再是人质而是法治 这样你的公司才能够自动化的运营 那周老师研究阿里研究了很多年 我为了研究阿里 然后开了一家软件公司 投了将近一千多万 跟阿里的一个合作商合作 其实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去了解阿里的文化 我为了了解华为 专门投资了一家 给华为做外包清洁的一家公司 跟人工智能稍微挂两勾 但是这个项目其实也没有赚到钱 但是不是为了赚钱 真的就是为了研究华为的文化 当他把这个东西导入到我的企业的时候 我的企业就可以迅速腾飞 换句话讲 就是周老师在这个培训上 在这个学习上可以这样讲 是不稀奇代价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些小微企业 最应该学到的东西 当你学到这些大企业了解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为人才 培训 花的钱 那是真的是 不激后果 不激后果 一定是拼命的去投资 他跟我们讲的一个最 让我们特别震撼 就是在阿里最后一笔款 03年非典 整个互联网泡泡 全部泡 全部泡灭的时候 阿里正常只剩下三百万 连孙正义都跟马云说 我不会再给你投资 而马云拿这三百万干嘛呢 你知道吗 请了个培训老师 给他们讲的三天三夜的价值观 使命 文化 当时十八罗汉全部反对 我们就剩下三百万了 赶快过冬了 怎么还讲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虚无缥缈 然后马云说 有时候虚 是虚的决定实的 就像太极文化一样 要虚实结合 要借假修真 要从虚中误实 要从实中误虚 当时讲到这的时候 很多人不理解 但是今天反过头看一看 我这个阿里的哥们跟我讲 如果不是当年 对使命和价值观的培训 阿里早就不存在 就是因为对 使命价值观的 这个培训 让每一个人都以 自己是阿里人为荣 为药 所以在非典发生的时候 整个公司全被隔离了 每一个员工 在家里面 办的电脑办公 全部自动化运营 甚至客户都不知道 这家公司 其实已经被隔离了 整个公司都已经被铁封条 让阿里渡过难关 也是因为非典 让阿里迅速崛起 所以就像周老师 经常跟你们分享 就是信仰 使命 价值观 可能很多人 他会觉得有点虚 其实这个世界 真的是 是虚的决定实的 而不是实的决定虚的 我们的身体是实的 我们的思想是虚的 那请问是我们的身体决定了 我们的思想 还是我们的思想决定了 我们的身体呢 对吧 我们的手机是实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网络信号是虚的 那请问我们的手机能够打出来 是我们实的决定虚的 还是虚的决定实的呢 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是 要虚实结合的 所以让我特别特别的震撼 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是个民营企业家 一定要感应给你的员工投资 一定要感应给你的高官投资 一定要感应给自己的投资 不要让老板本人成为企业最大的瓶颈 成为企业的天花板 然后向阿里巴巴学习 向马云学习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 爱自己 我爱你